消費者委員會其實今次是檢視了 有20間航空公司的條款 發現全部都列明機票上列出的航班時間 並不構成合約的一部分 或著名航空公司有權隨時更改航班時間 20間被調查的航空公司裏面 有16間航空公司的客戶服務員 未能具體向乘客解釋 如果航班延誤或取消航班的安排 之後會怎樣安排 值得留意的就是 航空公司有權更改航班時間不但 有6間的條款更加著名 是可以沒有預先通知的情況下 更改航班的安排 另外有3間 亦是說明如果是更改航班之後 是不需要通知這個乘客的 即是如果你選擇這9間航空公司的消費者 在裏面來說 亦可能有機會是沒有收到任何通知的情況下 航班時間是會被修改的 或者更改的